路邊一堆年輕人 吵吵鬧鬧疑似打群架 使就位警察火速團團包圍 落室的排排站被一個個抓去蹲牆腳 不配合的還被遠景強壓頭蹲下 說話在高雄前景區糾紛起因居然是零用錢 姐姐為了200元痛打弟弟 兩人在路邊打架 同學跑來當和事佬反倒變成8人混戰 耳同和火爆都有場面 發生在台北星宜維修長圈 喂喂喂喂喂喂喂 白少年先將人壓在地上 沒想到對方朋友猛力拉開狂踹兩腳 又是瞬間扭轉少年反被出拳狠揍 直到大人拉開雙方才沒讓衝突持續擴大 而被打的少年功稱 當時跟學妹聊天突然遭一伙人徒手攻擊臉部 造成頭皮红腫 嘴唇流血 警方後續也將掉監視器 通知動手的男子都在說明 原來在高雄鳳山 國小籃球比賽打到一半 歡迎男子抽上錢 疑似隊的小球員訓話 瞬間點燃家長怒火 闖進場內叫囂 搶輸贏 原來球隊比分超前 小球員慶祝動作疑似太過挑釁 引發糾紛衝突 好在教練及主辦單位 及時介入調解 只是大人的魯莽行為 也成了最壞示範 接著中西洋的情況以中文報導